全世界的基本概念 是由自我開箭 來自我創大時代 是你創開一踢就開 如何?這麼難得在疫症之中 跟粉絲見面覺得如何? 今天很開心 因為這次活動他們是自發性的 他們每一天 不止星期六、星期六、星期五 他們每一天都會過來打卡 所以今天我打算給大家一個驚喜 很驚喜地出現 表演我的新歌《一所願名》給大家 很想多謝他們 由出道到我第一首單曲 他們都很支持我 都沒有離開過我 所以都很想給他們一個驚喜 多謝他們 但是近期的宣傳 有比預期的反應還好 因為始終都可能會減少了 其實這首新歌的反應 比我想像中都挺好的 其實大家都很支持 很感謝粉絲的支持 因為他們這一兩個星期 都不停把我這首新歌 不斷轉發給別人聽 還有Youtube他們又不停叫別人看 我現在的瀏覽量都是比我預期中升得好 所以 知不知道是多少 現在應該 接近二十萬 近二十萬 我自己覺得一個星期內 有二十萬瀏覽量 我自己沒有預計之內 所以都很感謝大家 你有沒有想過這首歌會是炎次推出 避開炎次呢 其實公司都沒有說要炎次推出 因為其實我們都還沒有很肯定 究竟疫情我們會去到什麼時候 所以我們都想盡快地 推出新的音樂給大家 其實近期我都是去不同的電台 或者做不同的訪問多 可能都是疫情的問題 所以可能大型活動就未必會有很多 但是很多時候會在網上平台做宣傳多 可能開Live 又或者可能上網做訪問一些 玩一些小遊戲 跟大家互動多一些 但是其他幾個都一起出歌 一起競爭 那你有沒有留意一下他們的成績 其實我自己就沒有特地留意 究竟我們三個哪一個正在去哪一個位 但是我想去花姐公司 他們會留意得多一些 但是我們本身三個 其實大家都很喜歡打一首歌 譬如我們推出之前 我們三個都經常留意著 我們三首不同的歌 還有我們已經會唱大家的歌 所以其實大家都很喜歡打一首歌